好 既然有诈骗集团藏匿花莲地区 以假冒大陆的公安模式来诈骗民众 那么因为诈欺的集团 有部分成员是来自台中地区 西市警察局侦查第六大队第五队 共组成了专案小组 报请了台湾花莲地方检查署来侦办 调查发现这个集团管理严密 以团进团出方式躲避警方的查器 四处藏身在民宿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迁移 这个集团眼见疫情升温出国困难 全国警力忙于防疫 就进入花莲县内藏匿犯罪 警局积极跟跟肩埋伏 锁定诈欺机房确切位置之后 5月12号见时机成熟 动员了35名警力 持搜索票查器 并出动刑事警察局 以及花莲县警察局 特勤警力进行攻坚 一局逮捕了曾姓祖贤 以及成员共计11人到案 本局刑警大队获报 有诈欺集团在花莲地区 设置以大陆 讲报大陆公安诈骗民众的机房 因为有部分成员来自台中地区 所以与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 共组专案小组来查气 并且报警花莲地检署 警察官指挥侦办 调查发现该集团管理严密 以团进团出及藏身民宿的方式 来躲避警方查气 经过专案小组人员调查 发现该机房位置之后 在5月12号 动员了35名警力 持搜索票来查气 并且出动了刑事局及本局的特勤警力 进行攻坚 一举查获11名犯贤 调查发现 该诈欺集团 再会躲避警方查气 并且会更换地点 另外我们在搜索之后 查透了相关的犯罪用的手机 笔电 还有交战手册等证物 全案以涉嫌诈欺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 以请花莲地检署申办 其中6名犯嫌 并由法院裁定积押 本局在此呼吁 疫情严峻期间 花莲检警 打击犯罪的力道不便 诈欺集团假冒疫调人员 骗取民众个资 或者财务的案件也增多 请民众留意 多加留意 如果接获诈欺集团的电话 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或者是1922防疫专线来查证 避免遭受诈骗 并且查扣相关公犯罪用的 手机26支 笔电2台 路由器2台 列表机1台 以及叫站手册等证物 警方攻坚10 还有5名成员 4处的逃逸 仍全部被警方逮货 调查之后 以涉嫌诈欺 以及组织犯罪 防治条例等罪嫌 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 扩大侦办 其中6名犯嫌 并由法院裁定积押 记者林杰华理事采访报道 调查之后